海燕台风横扫了菲律宾中部 估计已经造成1万人死亡 台湾人到菲律宾旅游 目前也有400多名旅客 因为机场暂时关闭滞留当地 但随着海燕远离菲律宾 台湾旅客这两天将会陆续回台 旅行者也表示 未来出团也不会受影响 因为台湾旅客主要是去宿物 还有长滩岛这两个观光圣地 目前都还没有传出任何灾情 机场残破不堪 塔台内部一片狼藉 台风海燕重创菲律宾中部 造成部分交通中断 长滩岛机场CALIBO暂时关闭 400多名台湾旅客滞留长滩岛 11 12号两天将陆续返台 但行程已经受到影响 菲律宾航公司本来 昨天有一架次的飞机要回来 那因为机场关闭的原因 没有办法回来 长滩岛9999 不过付飞旅游影响不大 因为观光重地宿物和长滩岛 没有严重灾情传出 这两个现在所有的酒店 或是当地旅游设施的受损并不严重 但海燕横扫菲律宾 当局警告死亡人数恐怕超过1万人 有950万人成为受灾户 被称为魔鬼台 海燕成为史上威力最强的台风之一 上层海温整个整层都非常的温暖 所以这个能量累积的相当的大 那风气的话就是垂直高层低层的风 差异比较小 这样台湾才能够垂直的发展 它就能够有机会发展的比较强 目前海燕转为青台 11号上午登陆越南 以每小时11公里的速度前进 越南当局如临大敌 紧急疏散60万人 防患未燃 Udentv 陈婷玉 吴沛如台北报道